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的每次互动都是只恒越做越好的动力 这段时间大家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就是新冠肺炎的群聚感染 因为好几个感染源没有找到 所以现在匡列的人数已经好几千人 大家也知道包括台北、新北、新竹等等地方都有人感染 所以大家现在都开玩笑说 待在家里就能拯救世界的时间到了 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都要待在家里的人 该如何提升自己对抗病毒的免疫力呢 医生说出了以下的建议 一、免疫力被称为人类健康最好的医生 免疫力是集体自身的免疫能力 是人体抵抗外界疾病侵袭的能力 但是现代人都已经很少注意自己的免疫力 很多中老年人都认为只有孩子才需要提高免疫力 自己身强体壮的疾病早就找不上自己的 其实我们的身体都会受到疾病的侵袭 最主要有两大原因就是低体温、少运动 白血球可以说是免疫系统的中枢 一旦体温上升 就会让它的贪吃和杀菌能力跟着变活 感冒或身体状态不好时 常会出现发烧的症状 这是因为此时身体的免疫军队正处于奋战的状态 也就是身体正在让体温上升 好让白血球的免疫作用能够火力全开 二、现代人的免疫力比以前的人更弱 当体温比正常值多升高一度 免疫力就会瞬间提升五到六倍 相反的 体温一下降 就会让白血球的活动力变得迟缓 造成免疫力低弱 从研究了解 当体温下降一度 免疫力就会下降超过30%以上 现代人的体温越来越低 50年前日本人平均温度为36.8度 但是现在却下降到了顶多为36.2到36.3度 而大多数人的体温其实只有35度而已 也就是说 现代人比以前的人体温下降了近一度 代表着免疫力也下降了超过30% 三、体温下降是所有大病小病的原因 一旦体温下降 免疫力低落 除了癌症以外的其他各种病症也会很容易发生 医生说体温一下降 就会有以下不适症状 一、疼痛 头痛、腰痛、神经痛等疼痛 很多是因为体寒所引起的 若疼痛的那个部位连带会感觉热热的 就是身体想办法要加温 好让血液循环顺畅 以致好疼痛的证据 二、感冒 感冒的英文是Code 正如字面的意思 感冒是由于体寒而引起的 得了感冒或支气管炎就会发烧 这就是为了保护冷掉的身体所产生的症状 三、便秘、浮肿 肚子太过冰冷 会让肠胃的运动变迟钝而导致便秘 也会让小便和汗的排泄变差 因为让水分和排泄物囤积在体内 容易造成身体浮肿 四、精神疾病 因忧郁症而自杀的精神病患者 以寒冷地区居多 由此可以看出忧郁症和体寒有关 免疫力会下降的两大原因 一、生活中运动减少 身上肌肉变少 身体变冷变寒了 二、过着不运动的轻松生活 现代人的体温低 免疫力下降的一个很大原因 可以说是因为过着便利轻松的生活 不需要运动到身体所致的 在五十年前 人的平均体温比现在高了约一度 因为打扫房子时会用到长毯子 扫把 抹布清扫 洗衣服时会用洗衣板 用力悄悄打打 将屋子敲掉后 再将衣服一件件地晾起来 像这样的做家事方法 就是全身运动 而且以前的交通不太发达 走很长一段路买个东西 上班上课办事 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 现在的社会 不管是吸尘器 或是洗衣机这类的家庭电器 都十分普及 所以就算不怎么运动到身体 也能做好家事 不用站站坐坐 也能用一纸神工 按一按摇控器 将万事都搞定 因此 我们的运动量变得非常少 使用肌肉的机会也减少了 医生建议 要经常使用肌肉 才能让体温升高 一般情况下 做运动或劳动肌肉 到身体微微出汗时 体温会上升一度 也就是只要我们动一动身体 开始流汗时 免疫力也会一瞬间提升五到六倍 肌肉被称为人体发热器 肌肉可产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体温 为重要的发热器官 它占了男性约百分之四十五 女性约百分之三十六的体重比例 可以说是人类最大的器官 举例来说 一位体重五十公斤的女性 全身大约会有十八公斤的肌肉 你知道我们全身的肌肉 有百分之七十是集中在下半身吗 所以腹部和腿部的肌肉变少 会让体温变低 进而直接造成免疫力变差 老话从腿部开始 意思就是指 人到了某个年龄之后 集中在下半身的肌肉量会变少 免疫力也会跟着变差 做步行运动 对提升免疫力非常有效 做运动锻炼下半身 有助于打造健康的身体 中医认为 腹部是正中心 就是指腹部位于身体的正中心 此处是生命的基本的重要位置 摸一摸腹 就能知道身体的各种状况 而其中不得不令人在意的 就是腹部变冷这件事 正中心寒冷 则全身都冷 即使怕热的人 若肚子摸起来冷冷的话 也算一冷体质 寒冷会让身体的免疫力下降 但其中又以腹部发冷 最容易让免疫力大幅下降 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因为肠道里存在着 集合淋巴结免疫器官等 全身约70%的淋巴组织 因此肠道可以说是 人体免疫力中心 因为免疫细胞集中在肠道 所以负责保护肠道的重大责任 就依赖腹肌了 腹肌无力 肠道就会变冷 变寒 造成免疫力和精神变差 相反的 腹肌有力 腹部温暖 肠道的血液循环就会通畅 身心也会变得有朝气 有精神 免疫系统 是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之一 但是人体的免疫功能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注意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尤为重要 以下是医生建议激活免疫力的办法 一 充足睡眠 在季节交替时 一出现因工作压力大 睡眠不足而导致的蟲麻疹 带状泡疹等 与免疫力下降相关的疾病 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充足的睡眠 要保证醒来时体力恢复 精力充沛 一般成人每天睡觉时间 在七到八小时 老人也不能低于六小时 二 酸奶早餐 美国健康协会的一项研究发现 酸奶可以使坏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降低 并将尿路感染的风险降低47% 某些酸奶中所含的医生菌 更可以大幅提高机体免疫力 和抗病能力 三 多吃大蒜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疗中心研究发现 常吃大蒜不仅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还能帮助防止心脏类疾病 不过肠胃疾病患者要少吃 但大蒜素预热易挥发 建议将其捣碎后 放置10到15分钟再吃 让蒜氨酸和蒜莓等物质互相作用 提高营养价值 四 常饮蜂蜜水 姜水 柠檬水 研究表示 蜂蜜中的抗氧化剂 是提高免疫力的助推剂 生姜是天然的阵痛剂和解毒剂 有一定的对感染的作用 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有抗氧化性 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C的食物 能够保护身体 免受自由剂的侵蚀和有害分子的损害 促进免疫系统健康 五 享受下午茶时光 下午三四点后 人体精力开始衰退 此时喝杯下午茶或咖啡 吃些点心 不仅能补充热量 还能缓解连续工作后的疲劳 通过自我调节 保持自身免疫系统健康 六 每周坚持锻炼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一项报告显示 运动能够帮助冲洗肺部细菌 提高免疫系统检测疾病能力 现代人工作压力大 但在身体基础状况正常的情况下 保证每周五天 每次30分钟到60分钟的运动量即可 七 多晒太阳 保持体内高水平维生素D 就可以更好地预防嗓子痛 普通感冒和鼻塞等问题 一般来说 上午10点下午4点 阳光中紫外线偏低 可避免伤害皮肤 每次晒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即可 八 保持微笑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发现 效能增加血液和唾液中的抗体 及免疫细胞数量 缓解疲劳是提高免疫力的良药 生活中要多些积极向上的思想 通过运动 读书 与朋友聊天 冥想等方式转移注意力 减轻压力 九 冥想静坐 是增强免疫力的绝佳途径 打坐冥想 能同时强化身与心 加强心理免疫系统 增强心理抵抗力 同时还能改善身体免疫系统 对于身体 由于下半身被盘结 心脏向上半身的供血就会加大 所以短时间内就能体会到头脑清醒 更重要的则是 由于供血量增加 上半身气血循环会明显改善 进而体现为抗寒能力 呼吸系统 脊椎 免疫系统的全面改善 对于心理打坐的同时 把心神收回来 守住自己 调整自己呼吸的节奏 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变得绵长 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发热 然后就是恢复了自己的知觉 让身体更敏感 知冷知热 哪儿的感觉不舒服 马上就有反应 感觉到自己打嗝 放屁 吐痰 排寒气 这都是增强免疫力的一个主要表现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之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